今天來到了 是巴黎左岸這邊 沙雕展正式開幕了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這一幅 就是這個名畫 墨內 也就是草地上的午餐 可以看到 它把整個畫作中的人 不管是躺著還是坐著 甚至是站著的 都是刻畫得非常精細 而且在這個野餐店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剛剛吃完的這些食物 還有餐盤 甚至還有香蕉跟蘋果 像這樣子的水果 還有酒瓶跟三明治 旁邊還有一隻狗狗 也全部都是被雕刻的 是非常清楚的 你在這邊除了可以 跟這一座的 沙雕藝術品拍照之外 旁邊還是有屬於 比較Q版的沙雕藝術品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我右手邊的這一幅 這一幅畫 主要是以一個愛心神為主題 那旁邊也加上了 比較Q版的貓咪 還有代表今年的小豬 跟狗狗 還有一個小朋友坐在這 所以這一幅沙雕 是比較適合小朋友過來 這邊來拍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在巴黎左岸這一頭 有什麼特別的呢 因為今年主要是 中秋節的關係 所以這一幅就是因應這個節慶 打造成一個月之女神 像這樣子的一個沙雕 那旁邊的城堡 也是刻畫的是非常精細 我們幫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一次巴黎左岸的沙雕鏡 從昨天就已經開展囉 而且會一直持續到 十月中的時間點 在左岸這一頭 你可以看到有十五座的 這個沙雕藝術作品 那除了在早上有沙雕之外 晚上的時間點呢 也有光雕獸 帶給觀眾不一樣的風貌 聯絲